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规划 今明两年将实施11次飞行任务 包括三次空间站舱段的发射 四次货运飞船的发射和四次载人飞船的发射 2022年完成空间站的载轨建造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之后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